大家好,我是掰掰 今天带你们看看我们后进门的大额头房车 路口左边就是四层鞋柜 旁边还有敞开式橱格 而且空间很深哦 这整个区域也是开放式厨房区 三层大抽屉带有锁扣 行驶起来也不用怕 超大的台面空间 上面还装有了电磁炉和洗手池 简单做饭不成问题 门口上方是隐藏式水电控制面板 更美观 看到这个大冰箱了吗 152升12伏房车专用很省电 上方还配备了一个小型微波炉 合理利用空间 独立卫浴设计在了角落里 不锈钢淋浴喷头 顶制的双向换气扇 和两个储物柜 下方还有独立的洗漱区 可旋转的马桶可以节约更多空间 接着还有一个超长的衣柜 分区设计 内置还有一个小抽屉 卡座区可以坐四个人哦 这也是房车的拓展区 上方全是储物空间 还配有双层窗帘 最敞亮的设计 就是对面的这个沙发床了 不仅可以商务办公 还可以轻松抽拉 秒变超大软床 睡两个人都不在话下 旅途中打开休息 是真的安逸啊 最前方就是房车的驾驶区域 多功能方向盘 摆体自动挡 而且上方还有一个可折叠的 智能网络电视 最后不要忘记 还有一张非常大的额头床 需要借助小扒梯 才可以上去哦 这会儿正好下班了 今天就睡这儿了 我是拜拜 可以关注我哦 拜拜